好 这个消费者也觉得不能这样算了 这是有民众利用外送平台 跟台南永康的一家严肃鸡店订了乍物 当时花了500多元 但是送来的份量却只有两小袋 更夸张的是打开来数一数发现 其中25元的四季豆竟然只有四根 让他非常生气拍下照片po在网络上 也批评根本就是天价 好 不过消息曝光之后 引来两极的看法 有人觉得不太合理 但也有人点出外送平台有抽成 当然比较贵 一整包的炸物打开来 有咸书鸡甜不辣四季豆 再搭配灵魂配料蒜头洋葱 同样的配置总共两包 现炸的好像赶快来一口 但听到价格恐怕你也会食欲瞬间全烧 有民众气得在网络po文抨击 利用外送APP在台南永康某咸书鸡店 订购这样小小两袋炸物 竟然要500多块 质疑这是什么天价 还说份量还有升级 真的太无语 以消费者来说一定太贵了 25块4根 有点夸张 这份量听一听确实有点不合理 民众抱怨25元的四季豆只有4根 其他炸物数量也是手指头就算的出来 实际和其他家比亦比 一份正常份量的四季豆 30元则有6-7根 咸书鸡一份份量也不少 那边的比较贵 看大条啊 菜炸的时候我给你多嘛 菜整的时候你应该不会去 很出息就是这样啊 吃炸物价格怎样才公道 也引来网友讨论 说是这样看起来像是少给了一两包 也有人点出用外送平台点餐 被抽成当然贵 那之前好多家都把说 都被平台说 那东西好贵啊量好少 我跟你讲 要就自己出来买 不要去用那个外送平台 业者喊冤澄清 外送和现场买的本来就会不一样 消费者花钱买经验 下回只能再仔细斟酌 才不会让原本吃美食的心情 最后只剩一肚子气 接着陈陈陈陈陈陈陈又台湾 台湾特报道